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满两年的前夕我们看到说 那么乌克兰呢宣布他们在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点 阿弗蒂夫卡宣布撤军 而且不管是泽伦斯基也好 或者泽伦斯基所任命的新任的总司令 塞尔斯基呢都强调说 这是为了要先保住他们的人命啦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撤退啦 然后呢他们确实面临到人力武器弹药各方面的不足 但是呢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虽然如此但是阿弗蒂夫卡的重要性 其实全欧洲都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欧洲支持 乌克兰这件事情也是一大挫败 我们先从这个这整件事情现在大的一个环境背景开始说起 因为这件事情对大环境背景 对乌克兰是雪上加算 对于俄罗斯尤其是普京他竞选连任这件事情来讲 那就是锦上添花 刚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嗯好因为在过去从去年十月 因为我们我们现在看阿弗蒂夫卡的战役啊 因为他是巴赫木特之后最最重要的战役 没错 而且当巴赫木特快要告一个段落之后呢 其实阿弗蒂夫卡的阿弗蒂夫卡的这个战役呢就一直在打 前前后其实大概九个月的时间也蛮长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在九个月才开打阿弗蒂夫卡这个地方你想他的人口本来只有三万多并并不多啊那那他到底重要在哪里 那你必须要把乌克兰特别是呢 特别是顿内刺客地区的地图呢你把教教出来看 当阿弗蒂夫卡陷落了之后再往前推进的是你现在看到的红军村 再往前面二十几公里不到三十公里的第一地方就是顿内刺客 嗯就就就是顿内刺客州的收复就是顿内刺客了那俄罗斯在打下阿弗蒂夫卡之后 因为所有的主主力的部队呢都在这个地方那这样子一个一个可以说的主力战的打完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短时间之内已经没有无军火活动的空间那俄罗斯如果要收回完完整整的就顿内刺客州的就说呢行 行政边界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下一个红军村我认为不太有抵抗性 因为主力呢都在阿弗蒂夫卡那这个地方 从俄乌战争来来讲除了我们看到的苏银的表面之外 他有一些属于俄乌冲突 二零一六年一七年之后 他有一些呢阶段性的历史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在二零一六年之后包括已经过世的基辛吉 甚至于呢梅克尔都在警告俄乌战争的战争会爆发 因为一定要先注意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呢 当时俄罗斯突然的进军克里米亚 然后呢还有顿巴斯地区的卢干斯克跟顿内斯克这两个州 那当时在二零一四年谈出了一个明斯克协议 明斯克协议之后呢 那么双方是暂时休战 表面上是休战 但事实上所有的战备通通都没有停止 那那时候战备的三个重心点 对乌克兰来讲装备最重要的 马里乌波尔 巴赫姆特 另外一个就是阿弗蒂夫卡 其实阿弗蒂夫卡对他们来说是重中之重 因为这三个地方就恰恰是他们三只脚三个箭头 然后朝向着俄罗斯所掌控的这个顿内斯克 以及卢干斯克 尤其是顿内斯克这个地方 可是这三个地方 第一时间是马里乌波尔线沦陷 在二零二二年的五月 然后第二时间是巴赫姆特 大家大概记得巴赫姆特绞肉机的战役在去年 然后呢现在阿弗蒂夫卡再撤退的结果是 你二零一四年一直到二零二二年这八年 所装备的重量级的战略地点 通通都实现了 嗯 好我们把就说呢 阿弗蒂夫卡呢 因为反正现在乌 现在乌军已经撤了 对他们自己宣布的 表面上面是是撤了 其实是是是仓仓仓狂逃走 因此还有许多的乌军来不及走的 就成为俘虏 对没错 那光是光光是前天的这一天 那俄罗斯的官官方宣布就说呢 乌军在当天阵亡大概就一千五五百人 那所有的新闻大为我假定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就是就少一谷也已经跟普普丁报告了 那普丁呢也已经了也公开的讲话了 除了除了呢 除了肯肯定就说呢 这些呢军队的表现之外 那也正式的宣布 那这个地方呢就解放了 老实讲三万多人口乌克兰乌克兰全境的有四千多万人了 三万多人的一个小小镇了 其实因为他里面的夹杂的很复杂的情绪 这个地方的大线就知道了 他是一个煤矿的产地 我们知道顿内刺刺客卢干斯克的这个去乌冬的其实是工业区 重工业区 对他他除了工业的很发达之外呢 他也是的主要的煤铁的的产地 所以这个地方的对乌克兰非常重要 如果失去这个区块乌克兰就成为一个农农业国 再过去全都是平原 基本上面的就全全都是农业农业地形 而且没有办法守 那所以乌冬一定要守住的原因 并不是乌冬的这些煤铁矿工业的多么的重要 而是乌冬如果走不去后面的全都是平原地形 那怎么办 好那这个的阿富提夫卡其实在2017年那个时候呢 当然俄罗斯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发动了他的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那个时候乌冬是有独立运动的 要脱离乌克兰而独立的 而乌克兰对于这个地区的军事攻击其实都没有停顿过 在过去普丁的曾经讲过 就发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呢 除了第一个要希望让乌克兰非军事化之外 第二个呢就是呢 针对针对亚述尹 这个所谓的新纳粹 他怀着一种报仇的情绪 报什么仇 跟这个地方就有关了 2017年的时候呢 乌冬的就清俄的民兵的反抗寻求独立事件 在这个地方呢跟乌克兰的正规军呢打了非常久 而且呢几乎呢是形同被屠杀一般 就是在这个地方 乌东的乌东的原来的就是说呢反抗的民兵 在这个地方呢遭遇到重创 之后这个地方呢由乌军控制了之后呢开始长达七年的时间呢打造非常深的这样一个防御的攻势 他很难打的原因呢就是刚凤卿讲的马里乌波尔然后呢巴赫木特跟这个地方都是高度的军事化的 好因此呢当这个点呢在在发动攻击他带着情绪的 然后去年呢在在发动攻击但是呢真正的攻击呢就在最近如果你去看去年九月十月的新闻 你都会觉得呢俄罗斯呢俄军的死伤惨不成军 我最近看的这这些的新闻里面有尤其如果你是看自由时报啦新这新头壳啊你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每一条新闻都好都好笑 还有新唐人电视台一条新闻真的都好笑我之所以说看新闻的时候呢你要平衡感应好一点同时把自己的那个意识形态的眼睛先放下来 否则你看不到真帽你连阿富提夫卡为什么会丢掉你都搞不清楚 在这场的冲突里面你要掉第一个已经没有瓦格纳了已经没有普里哥金了对基本上面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也不是车程部队对也没有也没有车车程部队要这些开打一年多花花草草的东西在这场的攻击行动里面呢都没有被讨论看到 第二个就是说在乌军的方面去年呢炒炒作一点一整年的什么什么什么 弹弓 这些精准炮炮弹啦七七七啦等等这这这些也都没看到 曾经去年呢加强了补给了乌克兰的各种的装甲车爆二啊等等等等 给了这么多的装备在这场的战争当中也没有作用 所以这场的在战争的几乎告诉你过去两年时间不管是北约不管是美国不管是英国砸的钱砸砸的人这一次的之前呢有八个大概有八个旅有了北约的特别装备的北约旅再加上最后田田进去的田进去的这这一只呢我要特别讲一下 第三叫做什么第三第三突几旅对就这个第三突几旅呢第三突几旅其实他就是亚述营的主力部部队他是在宣布撤退前两天就17号宣布撤退15号才说他们要将第三突几旅亚述整个送到那个前线去 对但是送进去了之后呢没有用不到两天他是他是所谓的新纳粹的代代表他是那亚述营的主力部队他是一直被当做前任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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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总司令就扎拉扎拉扎拉扎日内的几乎把他当作是禁卫军在使用的舍不得往外面放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为什么呢为什么乌克兰的对于呢马里乌波尔的那个救援的态度比较激激起 因为里面的是亚述营那亚述营大部分的都撤出来了撤出来了之后呢这次也填填上去了北约旅八个北约旅几乎都打完了因此短时间之内你看不到任何的精锐部队所以他现在不只是呢缺缺枪炮缺武器同时呢缺装备缺钱缺人乌克兰遭遇到很大的困境那这个呢这个阿富迪福卡 因为因为他的地缘的位置呢很很特别这个三三角点其实俄罗斯真的你在你在看的时候我我我我形容的他是一个一个慢速的直直直球你常你你这场的战争看下来就即将两年两年对普丁来讲当然在即将两年的时候收到这个这个算是礼物吧 就就是呢把最后的这个据点乌冬的三三角点的最后一个 阿富迪福卡之所以是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你稍微了解一般的军事部署前面的两人两个的是攻攻击型的机脚后面的这个他类似什么他类似台湾在做外岛的军事部署前面是金门马马祖后面是彭湖 那当你彭湖都都被打下你后面还还还打还打打什么呢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彭湖为什么重要就金门马祖打完了之后都还可以可是彭湖如果被打掉了这究竟到底台湾的家门口了那个罗罗级呢是一样阿富迪福卡如果你要比作彭湖可能稍微容易理解一点 有尤其的阿富迪福卡这个战役呢是在是在呢美国的援援助没有没有办法到 然后呢北约呢看起来也已经了整个的弹劲圆决能给的都已经给了英国虽然做了很多的很很多的承承诺可是老实讲原水救不了近火而且呢口惠而实不至 第三个就是呢你看到泽伦斯基连总司令都已经换了 嗯他他就是觉得觉得在打下去呢这个阿富迪福卡呢没有办法指挥总是换的时候也也也没有用 赛尔辛基虽然上任可是还是一样没有没有用所以当这场败仗之后 你可以预期乌克兰可能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那接下来你就看到这场的战在这场的战续呢发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的时候 而且也在拜登三请五请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援污预算但是现在呢在这件事情的同时美国众议院议长宣布放假修会提前修会他们再回来要等到2月28号才回来 对就是你可以说在在西方的传媒跟了所有的对乌克兰呢做支援跟精神喊话的国家的眼皮底下眼睁睁的看着呢这个战略战略重镇呢就这样子线线落所以他是情绪的重镇他也是战略的重镇 嗯 那因为呢这个地方他原来已经我我说俄罗斯是漫漫术直球他打的一点都不花花他要干干什么你都知道的他甚至于他就是慢慢的形成了对跟巴赫木特一样他慢慢的形成对巴赫木特的包围圈那个包围圈你看就知道你了解俄罗斯的传统的一个一个战术的构型那就是把一个绞肉基在在那里 他在巴赫木特绞肉他同样的阿弗迪布卡绞肉他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一开始你都会听到相同的新闻都是俄军的伤亡惨重俄军先先先搅可是呢当他的慢慢的把周围的据点收了那个口袋呢最后的那个袋口剩下六公里就是我还保留了六公里让你可以可以可以跑看你跑跑不跑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后的三角点所以呢乌军不但没有跑不断的把部队往里面填 那这就是俄军要的当当我看到你的你的第三突突击旅都丢进来说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你的主力部队进来了我们之前讲过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呢乌军的主力部队都还没有真的进来可是这一次呢主力部队都进来了所以这次打完了之后你可以判断了乌军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部队可以打了那接下去你就看到另外的一幕戏就就是乌克兰开始要寻求呢求和的道路 那就是后面的戏